M2超能膠圓影 邀您共賞 今晚開讚吧 今晚開讚吧 大劉哥 你不覺得現在實際上多半的 單身男男女女 其實會單身不是因為 他們遇不到對的人 而是因為他們都 好像是 對啊 我有一個朋友就是這樣子 他單身已經有大概十幾年了 就算是碰到一些心儀的對象 他也覺得就是 順其自然吧 其實我們大家也替他很擔心 是 前陣子他就碰到一個 他滿心儀的對象 女生好像也滿喜歡他的 那我們就想盡辦法 想要湊合他們 就找了一天 然後約好吃飯 然後讓他們去看電影 當天也都滿順利的 這樣聽起來應該是有局 這應該脫單了吧 我們原本也是這樣子想 結果女生有一天 隔天就主動打電話給他 然後就說你在幹嘛 男生又回答說我在看電視 女生 笨蛋 你應該說你在想我 對啊 對啊 男生說 我就在看電視看電視 我就很誠實的人 我幹嘛騙你 活該誠生的紫男 真的是 觀眾朋友 愛情就是該順其自然 還是應該要積極求愛 才會有幸福呢 對 紫男真的有跟他聊天很討厭 真的喔 對啊 歡迎收看今晚開戰吧 首先歡迎 吳云補求十育而安的 佛系戀愛達人 好帥喔 我這邊那種 皇帝不及及死太監的 那種交集內喪的 好帥喔 好帥喔 小優是真的滿急的 我知道 我覺得這樣子 你知道 人生補打 愛要及死 來 愛莉莎老師 愛 愛 其實感情世界 大家一定要喜歡說一句話 叫命中注定 命中注定 但其實新世代的男女 對於婚姻 或是家庭的想法 真的跟上一代完全不一樣 就越來越多年輕人 就想說 到了試婚年齡 沒關係 我就還是依然單身 我寧願等到對的人出現 我都不限制於年齡的捆綁這樣 對 試婚年齡他還是要單身 那什麼時候才會遇到對的人 阿哉 人都要走著 走著 走著 才能夠遇見對的人 所以我不能睡覺跟坐著 他一直走 人都要坐著 坐著 坐著 才能夠遇見不對的人 快亂講 對 所以一開始就來問一下大家 就是最好的緣分 絕對是上天安排的嗎 急也沒有用 真的 確實 我也覺得 你沒用 但講真的要是全世界 都是這種極沒用的這種 佛系戀人的話 戀愛 這個再怎麼辦咧 對不對 連追都懶得追的話 那真的就會變成單身的世界 就是到高齡社會 就慢慢成形 生育率已經夠低了 然後生育率就慢慢降低了 你已經在想生小孩 所以 我軟體都動起來了 真的喔 對 一早就動起來 歡迎來就是詢問 詢問 詢問是不是 來詢問 那再問一下艾莉莎老師 到底這些佛系戀愛的星座 到底在佛什麼 對 然後佛系戀愛的人 其實她有一個特質就是說 她非常了解自己的需求是什麼 對 對屁啊 很懂得自己 第三名是我們的雙語座 好 小優 雙語 然後瑋瑋 雙語對不對 我也提了一下 小優跟瑋瑋的雙語座 看破紅塵 頓入空門 好 其實我們雙語 剛剛說到佛系 雙語會上榜就是什麼 一切都是很宿命論的 他們是一眼萬年的 很容易就暈船翻船的 暈船打人 對 所以雙語座的雙語 就是很容易感覺 對了 她就是要在一起 就要出發 她還在雙語座的雙語啊 沒有了吧 正名啊 幹嘛 我今天怎麼了 她要代替的是幼稚的雙 幼稚的雙 對 所以她萬事都相信緣分的 感覺對了就要在一起 但是代表她其實 她的人色是一種 好像我就是很願意 為愛奉獻的 她就是很多的爛慈悲 你知道嗎 對 但是她就是因為 還沒有遇到太多的壞人 痛還不夠深 對不對 真的嗎 小優感覺有很多壞人 她還在期待 但是因為太平感覺了 太平感覺了 所以這次還沒有人間清醒的 感覺對了 她就會撩下去 那這人間清醒的 對耶 她不太隨便感覺了 她相信的是命定的緣分 太好 什麼覺得 那緣分沒有來也沒關係 我已經把我一個人的生活品質 過得很好 甚至她找到自己心靈的寄託 那她就會越來越覺得 我真的 明缺 武爛 方便為武爛生多久嗎 看破紅塵 被傷到極點之後 對 七 八年喔 突然覺得自己眼睛瞎了 我怎麼都 這麼聰明的人怎麼會這樣子 就是後來 就是你全心都放在自己嘛 可是真的在這七 八年 才學會什麼叫愛自己 對 可是你越愛自己 你就越不想要再妥協 越清晰 確實 確實 還是我小時候 越理解自己要什麼 就越不想妥協 對 好 第二名 好 來 我們看第二名呢 上榜的就是我們的射手座 對 我們小禎跟Eason 都是射手座 叫做隨性豁達 享受人生 真的 真的很享受耶 這首真的是覺得 一定也太享受了吧 對 對 其實跟沈欣然在一起 還滿快樂的喔 因為她不太容易動怒嘛 因為她對很多的事情都是 就是很灑脫啊 有什麼好在意的 所以其實她根本 不會去計較 這麼多的這些得失 好 所以對 對我們的射手來講 在一起就是要開心 就是要快樂 就算一個月沒有見面 也沒有關係了 一個月沒見面 也太久了吧 太久了 因為是網友嗎 還要視訊一下 因為人生真的有很多 比感情還要重要的事 譬如打電動 譬如是 她有好多人生要成就 接受的事情耶 我幹嘛要浪費在這種 小情小愛的身上 但是在一起 她還是會很快樂的去經營 真的 因為我最近遇到 那個Eason 她的話題永遠就是 她明天就要 又要趕著去宜蘭衝浪 對啊 她現在人生就是 宜蘭北北 宜蘭北北的樣子 對啊 我是很喜歡 投入一件事情的時候 就要把她做到 就是很爽 很爽爽 享受她的 愛情不是射手的必需品 然後愛路一直靠近 愛就愛不愛就不愛 對不對 結婚是順其自然的事情 離婚也很自然而然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名 上榜是我們的水瓶 水瓶 對 那如果我過2月19的話 就是你有頭到 所以這兩個星座我們都 太優秀了 兩個 超佛 超佛 對 我們叫做是 觀自在愛 不爭不求 因為剛剛講的 不爭不求 不將就 何必委屈求全 我不委屈你 但我也不會委屈我自己 對 然後獨立的個體 在一起 我們也可以分房睡 對不對 我們也可以異國戀 我們可以有很多 就是你實現你的夢想 我支持你 但是你也不要左右來影響我 我干涉我的人生 遠距離戀愛也都可以 他其實這一生都是在找靈魂伴侶 所以那個頻率一定要很合拍 對 那如果沒有合拍 他寧可不要 但是其實我們以水瓶來講 他的這種豁達的個性 他真的會沒有那麼在意這些 人世間的世間情 我們水瓶的話呢 雖然不爭不搶 但是其實跟他在一起 你真的會有一種 我好像在你的心裡面 是那種可有可無的狀態 對 所以都是那種 抽離的現象這樣子 劉潔 謝謝老師 我覺得我被老師說得很重 就是我是那種超級標準的射手 我是可以自己一個人去看電影 自己一個人吃飯 甚至一個人出國 我要哭了 都可以 為什麼不說 可是我會覺得好爽 好可憐喔 好開心的 你不能做這些事你才可憐吧 對啊 我會覺得你是要多沒有朋友 沒有 我們是 我們反而是很享受 在自己那段時間裡 對啊 每天都會記著時間 對 享受孤獨的快樂 那你如果有一天真的 你都不能跟自己相處 誰還能跟你相處 不是說我們也可以自己 但是如果我有人陪更好 那如果你有天生病怎麼辦 你要去掛急診 為什麼不行 可以啊 好可憐 你知道我們周到就是會有很多這種 很雞婆的朋友這樣 然後他們就會不斷的 就是想要介紹對象給我 然後可是我就會覺得 我已經自己的那個生活過習慣 已經過很久了 所以譬如說跟新的女生去 約會看電影的時候 可能就是她在電影院當中 她說 跟她小聲問我說 怎麼辦 這邊我看不懂什麼的 然後我就會想說 我們在看電影 不要講話 哄的 我會覺得很理性 然後譬如說她叫我陪她去 叫我陪她去買衣服還是逛街什麼的 然後她可能就會試穿衣服 幫我看好不好看 然後我在低頭幫她 然後她說你在忙什麼 我說 我在幫你比價 我看這一家有沒有 想家人家算得很貴 好刑啊 所以我很時常會 就是沒有get到那個 他們女生釋放出來的訊息 有一次就是我朋友就是約了 想說好那就也不要約看電影 也不要約逛街什麼的 都不要有任何的外界的影響 我應該就很專心的 就譬如說找一個進攻的女生這樣 結果我們就約說好去露營 因為露營就是把帳篷搭好以後 大家就是坐在那邊放空聊天 露營很棒 因為手機都不能用 對 然後這是只能好好的相處這樣 對 收訊不好 結果那天晚上我朋友還特別 就是喝得很醉這樣子 把自己灌得很醉 然後就說我真是要吐了 那我今天就不回帳篷睡了什麼什麼 所以呢 那個帳篷裡面 就只有她介紹給我的女生 跟我兩個人睡這樣 哇 露營系 露營系 所以在那個帳篷裡面 首先她就說 我覺得有點冷 有沒有要不要把那個 就是它有一個窗戶的那種帘子 放下來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這樣我睡覺 我睡一半會流汗 我睡一半會流汗 真的 你根本是北藍系戀愛人 所以她就把那個帘子放下來 然後我又把它捲一半上去這樣 好 然後就睡一半的時候 然後我就發現奇怪 她怎麼一直在弄她的頭髮還是什麼 我想說糟糕 應該是帳篷裡面有蚊子 我就起身 然後把那個燈打開這樣子 我說是不是有蚊子 然後她就 她只是在就是弄她的頭髮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說 她說沒有啊 我說好 沒關係 不然我們就把燈開著 因為如果這樣子有蚊子的話 隨時我要打 我都可以打得到 我看得到蚊子在這樣 燈開著要怎麼睡啦 然後燈開這裡以後 她昨天在補妝欸 對啊 真的啊 大家就在睡 睡到一半的時候 我就發現奇怪 因為我已經隔了半個小時 她沒有睡著欸 她就是一下子翻這一側 一下子翻那一側 她要等你關燈啊 我就發現 我就發現那個 睡袋發出奇奇酥酥的聲音 我就想說 我就起來 我說是不是因為太冷了 你就是因為太冷了 然後沒有那個 那個睡袋沒有包好 來 我來幫你 結果呢 因為那個睡袋 不是可以拉成一個蚊子行嗎 我就下去把她的那個睡袋 整個這樣子拉起來 然後她就變成一個 然後她就變了 我說你這樣睡 你就不會冷了 就不會發出那個 奇奇的那個聲音這樣子 她就是不想要拉起來啊 對 然後結果 她在等你進去 然後我就把它包成一個繭 我自己也包成一個繭 結果我們兩個人就這樣 安眠到 從野求生的劇情嗎 對 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 結果隔天我朋友那個 就是找她來叫我們 其實她一起床 發現我們兩個完全都是 就是 已經變蝴蝶 蝴蝶 就是在客廁的地方 然後她就說你走得那麼 你走得那麼白癡什麼的 然後我就把我昨天晚上 經過跟她講這樣 她說沒有 她就是各種暗示啊 她就是 她讓你把那個簾子放下來 然後燈要關掉什麼 然後你們可能也許有一些 靠在一起啊 對啊 至少是靠在一起 睡覺兩個人比較溫暖的 讓我來溫暖你吧 誰想到你就把它拉起來 對 女生說會冷 這個是超大提示 對啊 結果我竟然沒有被騙得到 不一定 我說會冷是真的會冷 對啊 不過關在同一個帳篷裡面 說會冷 那個就是很大的民視 很安靜 對啊 在等你靠近 你要不然你怎麼可以 隨便跟一個男生 然後就躺在帳篷裡面 對啊 我就跟他說 好 那我們下次露營見這樣子 我想說 誰要跟妳講 誰要跟妳講 對 你還用誰在剪這樣 對 沒有跟我講 跟我朋友講的一樣 什麼什麼的這樣 結果等我約他的時候 他果然已經就有認識新的男生 然後後來就跟那個 對 你腦袋真的有那麼直喔 就是我有時候會get不到 人家釋放出來的訊息 就他可能沒那麼喜歡人家 最早就這樣子 就假設一些理由 對啊 多快啊 九下把褲子過來 沒有 我會把他 早就被我請出去了 所以我要好好睡覺 你不要打擾我 好的 這種給你機會已經鬧事了 真的 聽得很 小優就是躺在旁邊那個女的 那難怪啦 難怪 對 難怪 那 妳是對的 那妳算是拉上要上那個鎖耶 對 我現在是瑞瑜戴鎖頭 如果我是那個女生 我真的會自己 鑽進Eason的那個被套的 對 因為我認識一個男生朋友 也是跟他差不多等級的 他單身也是六七年 然後他是那種國外留學回來 其實是很優秀的一個男生 然後 但是這個男生不是我的菜 要不然我就 對 然後 對 然後我們其實生命都替他很著急 就一直想說 這麼久沒對象 年紀也差不多 所以我們都有在幫他物色 那因為這個男生又很有警戒性 他只要覺得今天這個介紹局 他就不太會出來 所以我們都還要假裝一個正常的局 幫他約一個女生 然後呢 而且你還要約晚十分鐘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很會挑位子 他就會坐在男生跟男生的旁邊 所以我們現在故意 比如說約六點吃飯 就會跟他報六點十分這樣 然後晚一點來 位置都排好 就會只會剩一個洞 這個洞就是我們安排好的 那個女生就會坐在旁邊 然後那女生也看過她照片 覺得OK的 我們就開始了有沒有 然後就想說 比如說那女生就會說 你可以幫我拿衛生紙嗎 然後那男的還這樣 就在那邊 自己拿 對啊 就是他都就是相當於是 那就是get不到 然後人家女生其實都已經這樣子 那個飲料打不開 不要喝啊 對 然後那男生就這樣 你平常是沒吃飯喔 他也會這樣喔 然後在旁邊都看著想說 不行 太清醒了 要去KTV 去團 大家喝一點酒精 住信以後是不是可能那個氛圍 那個氣氛就不錯 你知道我們這種氣氛組就很辛苦 從前面要一直帶氣氛 然後唱歌 還要玩遊戲骰子什麼的 已經氣氛都吹了差不多 然後那女生也是有一點 微虛 微虛了 包廂怎麼看不到那個男生 走了 那男的怎麼不見了 會不會不剩酒粒去吐了 可能今天喝太多了這樣子 然後我們還叫男生朋友去廁所 敲門喔 這樣一間一間敲 不對喔 廁所沒人喔 這一層樓找不到人喔 接著我們才看到手機 很晚很晚才穿一封說 我先走了 累了 給我肉口 可能就不是她的菜啊 對啊 通脫成這樣 可是她搞不好不喜歡女生 對 沒有懷疑 可是她以前交過女朋友啊 不是 就是以前交過八件 她不適合 她不適合 真的啦 有可能啦 真的啦 我一個姊子就是這樣啊 所以我介紹錯了 我應該要介紹那種 健身教練給他就對了 對啊 就看他喜歡什麼事 後來我姊子也當了健身教練 就把他直直劍放回去啦 就這樣了吧 就可以了啦 拉起來了 那你又跟我們私下聊 好 那就不要講我朋友那個案例 他可能真的轉頻道 但我自己也遇過 我真的氣個半死 因為我也算是直球對決的人 我只要有喜歡的 基本上 五個 四個會逃不過我的手掌 好可怕喔 對 這怎麼聽起來 很像連環殺人魔在最後 我們是同一組的 對 對 對 然後呢 所以我就是基本上很主動 因為那時候我在我大學時期 然後我就有很喜歡一個男生 然後他是在飲料店打工的 然後我那時候有多主動 就是每天都會去幫他 買東西給他吃 不只買他的份 我會買所有店員的份 幫他做面子 那我覺得其實男生 應該這時候就會感受到 這個女生是對妳有好感的這樣子 那時候開始流行那個 玩臉書什麼的 我都還會顧一下合照 然後放在臉書的 就是PO文喔 就會說今天來探班這樣子 很明顯了吧 男生應該也會有Gate到啊 然後我想說 奇怪 怎麼 這有什麼好Gate啊 怎麼 還有沒有感覺呢 就是應該有感覺到 這個女生對妳是有好感的 你說他對妳沒有好感 對啊 對 她對妳沒有好感 是妳沒有Gate的 是妳沒有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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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是妳沒有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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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是妳沒有Gate 對 是妳沒有Gate 對 是妳沒有Gate 對 我就只要的最後一個大招 大絕招 就是呢 我就跟他聊天的時候 就是說那個最近有一部恐怖片 好像還不錯 然後剛下檔了 好像那個有DVD這樣子 還是說 我們一起看 因為那時候還流行 在家看片這樣 他說 好 禮拜幾 就是放假OK 你看 他說OK的 然後就轉頭立刻排班 沒有 沒有 我有成功著入他的家 到他家 我說今天來到他家 看恐怖片 就是我都覺得 差不多在恐怖的時候 要抱著他什麼 我都想好了 然後呢 其實我是一個超愛看恐怖片 我根本不怕 但是我還在這樣 這樣子 然後呢 當我覺得實際差不多有一個 可能那個鬼要出來 殺人的時候呢 我就這樣 要過去抱他的時候 睡到整部片已經撥完 我就這樣子想說 現在是要給我睡到幾點 然後呢 結果他就 他睡得現在想說 撥完了這樣 我還以為他會說什麼 要不然我們再重看 他說 我好累喔 他也不肯定 我回家 所以就是你沒get到啊 所以是我沒get到 對啊 不是 他太頭了嗎 他就是睡覺的時候 就想說 我裝睡才會走的吧 對啊 他說我還不走 恐怖的不是電影是我嗎 對 沒有啦 如果男生get到你的話 他早就不想看電影了 早就不想看電影了 我這個是我已經滿確定 我們是曖昧的對象 我們已經曖昧了一個月 我們會講電話 會傳訊息這樣 然後我在情人節那一天 約他吃飯 他也答應 我想再怎麼樣笨 你都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情人節答應一定有譜 對 那我們就出發 你又來 你怎樣都沒譜 你還是不要講 你跟這故事 搞不定我都不想講我的故事 我怕他也覺得 是我沒有get到 不行 我們是同一陣線 我怕他也覺得 是我沒get到你知道嗎 好 反正我還特別弄了一個set 就是吃完飯之後看電影 好 吃完飯的時候 他突然拿起手機跟我說 他要去找他的姐妹 我說找你姐妹 他說對啊 我姐妹跟男朋友在吃飯 我說 我說你有沒有想過 他們為什麼現在在吃飯呢 他說對啊 他們在約會 我想說他們在附近 我會找他們 我想說那我咧 好 所以我那個票已經要拿出來說 看酒 還沒拿出來 我說好 那你就先去找他們 可是你是一個人去找嗎 他說對啊 我一個人去找他們 他也沒有想帶著你去 是 他等於是寧可當電燈泡 也不要跟我繼續約會 你來給他吃 然後最好笑的是 他過去之後 因為他姐妹的男朋友 是我的朋友 還打電話過來說 他不是在給你吃飯嗎 幹嘛過來找我們 對啊 我們等一下要看電影 你要過來看嗎 我想說 我兩張電影票 你說我頭好暈喔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確診 我先回家睡一下 什麼 這再也不聯絡了 那個就是水瓶座 就是那個第一名 沒有 或許 或許會有 本來要給你幾個機會 但是吃飯的中間 他發現 可能有一些 不是他喜歡的店 沒有問題 對 你不是喝湯太大聲了嗎 沒有 你不是喝湯太大聲了嗎 你不是喝湯太大聲 喝到下跑別跑 喝啦 剛剛聽他們講 我真的是過來人 因為我以前也會這樣子 而且我真的很想講說 就像我朋友每次都說 你不要那麼內向 我其實不是內向 我是只是對你沒興趣 我不想去而已 我周遭當然很多人會擔心 會著急 然後像我粉絲會常常留言說 希望你趕快能找一個 幸福的對象 我每次都會說 其實我真的很幸福 我不需要靠別人 就是才有幸福 那我 你靠自己也可以 對 那我其實也是經歷過 就是很慘的事情 像我後來也有認識 就是一個男生 然後 那已經是到後半端 以前可能 要分手的時候 都會哭哭啼啼 就是會捨不得 會很卑微 但後面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已經 經歷了吧 然後開始慢慢朝那個佛系 就是我遇到一個 很像哲學家的男朋友 然後其實這樣的時間 非常短 才剛開始 然後常常就是很喜歡 講一些哲學的話 我都不知道 就心裡都想說 你到底在講什麼這樣 但是我都還是 嗯嗯這樣 結果兩個禮拜後 他就不見了 不見了一個禮拜 那我想說你都可以不見 那就算了 因為就到第七天的時候 他就打電話來說 就是 我有事想跟你講 我就說什麼事這樣 他就說 我覺得 好像感覺你比較想我 應該是讓我來想你 然後我就 蛤 什麼意思 然後他就說 要不要就是 我就說那要不要見面聊 因為我是想說 如果你今天要分手 你也當場講 然後我就去找他 我還坐在他旁邊喔 然後兩個在床上看電視 他就說 我覺得你很像一個燈塔 然後我很像一艘船 然後呢 我每次開出去的時候呢 我就回頭 就看到燈塔在那裡 我覺得 就好像 就是壓力 我覺得我們可能 就是暫時先分開一下 讓我就是自己來 就是回頭找你那樣子 那是我真的第一次 就是我在他旁邊 我就這樣看 其實我看了他講話的時候 我就想說 你真的是當我是白癡這樣 他一講話我就這樣 然後就是 好啊 我都沒有哭了沒有難過 好啊 而且我當下就在想說 旁邊這張椅子 我可以帶走嗎 因為我才跟他交往兩個禮拜 那算好他生日 然後他跟我要的 那椅子真的不便宜 我真的跟他講話的時候 我就想說 我好想把這椅子帶走 但是我還是沒有 還是你就跟他說 那我可以算著等你 對 就是最後一個 就是我就是 好 我就笑一笑我就走了 所以我就是從那樣子 慢慢就是可能遇到太多瞎的 我就寧可 不管你是感受度太低 還是說就是這種 很懶惰的佛系戀愛人 在我們每次想要挫合 努力跟進一步的眼中 真的覺得是 你可不可以積極一點 真的 皇帝不急急死太久了 真的 不急急 然後每天又在那邊喊說 都單身怎樣 所以不知道網友們身邊 有哪一些那種佛系戀愛人 也會讓你氣急攻心的 我們來問一下又雲 情報戰大調查 今天由特派員又雲出集 透過LOWIE AI大數據 搜集網路討論聲量與關鍵字 帶您掌握最新趨勢 馬上來看一下 好啦 根據LOWIE AI大數據觀念引擎 我們就整理出 到底有哪些 急死人的佛系戀愛舉動嗎 統計中 討論中入榜第一名的 就是剛剛也有說到 喜歡也不強求 他們的愛就是手放開 這個高達125299的網路聲量 還有第三名就是 凡事交給原本像我們的Eason哥 不是不到 是時候未到 這有51193的網路聲量 那有網友都分享自己的經驗 他說之前確實有過一個 還滿好的對象 不管是工作 還是兩個人的想法之間 兩個都很適合 但是後來因為這個男生 他還想要出國深造 所以還是決定不用在一起 出國了可能也會是分開 如果有緣分終將再聚首 好 那第二名就是 不特別創辦自己的外表 頭髮到穿搭都很佛系 這有80834的網路聲量 有網友就勸他一個男生朋友說 如果你把頭髮剪 因為你明明就長得還滿帥的啊 頭髮稍微再修一下 就是剪短一點 一定會更有吸引力了吧 可是那男生就說 我覺得啊 愛我就是要愛我真正的樣子 流長髮我覺得很舒服啊 為什麼不接受真正的我呢 好啦 活該單身 不會任何改變才能遇到 懂你愛你的人嗎 我以為剛剛說自己以前 也是戀愛的 妳有做過很多蠢事嗎 我大概三十幾年前 都是在做蠢事 那我年紀很小的時候都是 就是跟小優一樣 我覺得小優妳以後可以 有事可以問我一下我的意見 因為我是 是需要耶 對 因為我就是 感覺第一 我喜歡這個人的時候 可能他只 其實他只有50分 我會自己加到120 然後我都是從120開始扣 然後在那120到 就是還沒扣到我的 最低標準的時候 我什麼都會為他做 比如說像我遇過男朋友是 因為我就是比較個性 比較像男生個性 然後可是他覺得 女生應該要穿高跟鞋 穿這種裙子 然後因為年紀又比我小 所以他就會說 那為什麼同年級的女生都可以 好 那我也是為了他跨年 穿高跟鞋 穿著緊身衣 然後那是我最後一次那樣子 去看跨年 就是在信義區 然後我們還走不出來 因為都沒有車 我真的後面是脫光鞋子 就走在路上 我那一次之後 我就再也不想去跨年 因為為什麼要那麼痛苦 穿得很 不是我自己的樣子 然後也有就是 我男朋友就是很反對工作 譬如說比較漏一點或什麼 那他的言語都會是 譬如說 直接這樣子 太嚴重了吧 對 意思是說我們演藝圈工作很漏 他有說過 演藝圈就是滿漏的這樣 那他是做什麼的 他後來也有嘗試進這個 後來 那後來分手了 後來分手搞笑 他自己沒有進來 然後見識有當中 可是他說很漏是 譬如說女生有比較漏 比較性感這樣 我會說我沒有覺得很漏 我覺得就是 人家會找我 這工作其實是 譬如說是國際中文版或什麼 不會漏 他就是很漏爆了什麼 我真的打電話跟經紀人 推了工作 我說我不要結論 你說GQ啊 對 類似這種 我說哪裡漏 一點都不漏啊 我說我不要 我很漏 我不拍 這樣子 對 就被他洗腦了 對 你一定也會被洗腦的啦 也是 對 問題 畢竟不會有GQ找你 對 我剛剛就想講 還擔心 你會不會被改變成這樣 以前真的是 我後來很感謝老天說 他後來讓我遇到 這麼瞎的人 然後呢 就是我就反省嘛 然後其實重點不是反省 因為那個時候 整個時間都是在 就是經營自己 身體也好啊 或者是心靈上 然後工作 我根本沒時間再想感情 然後也因為這樣 我才開始覺得說 原來一個人可以這麼開心 就像小優說什麼 一個人很可憐 其實一個人真的不可憐 如果你一定要依賴對方 你才有幸福 那可憐的是你 真的 你要透過一個人的相處 你才能更了解 你知道自己要什麼 喜歡什麼 我也可以一個人 我比較喜歡有人陪到你 你猜一個好棒 因為講得嚴重 好可憐 他就是個性 我覺得有一些人 他就是希望有人來陪伴 那他可能會怕 另外一半離開他 失去他 他就會妥協 沒錯 現在可能不會 因為我方代壓力 你是多想拍裸露照片嗎 還是會有人找我 GQ很快找 不過你知道嗎 雙魚座真的很可怕 一個女生朋友他也是以前 都穿那種109 超辣的那種Style 後來他就交了一個男朋友之後 那個男生也就是 希望他能夠 脆妝一點 脆妝一點 對 這個Style 太誇張了 頭髮也不染了 他就把他鎖碎全染回黑色 然後就直長髮 然後永遠出來就穿到這樣 戴珍珠項鍊那一種 然後想說 就是完全不像他 可是他就為了男生 可以裹斜到這樣 然後把身邊所有的人都斷光 就眼裡只有他另外一半 Eason是做到怎麼樣 你太離譜了吧 你女朋友離開台灣 你都不知道 對 因為我覺得我是跟雙魚座 就是像薇薇這種 是完全相反的 我很做自己 然後我很清楚 我知道自己生活當中 做什麼事情我會開心 譬如說我就喜歡衝浪 就要打電動 然後還要睡覺 那個睡覺的時候 不要有人吵這樣子 可是Eason哥的形象 跟衝浪很不搭 真的嗎 你像是 你像是喝醉酒 躺在海邊背 然後 像是滴水的那一種 你像搖 搖然後就比較像衝浪的感覺 對 所以那個時候 然後我的女朋友 跟我雖然住在一起 可是我覺得我們 像是一個平行時空一樣 因為她就是喜歡 早睡早起的 可是我就是堅持 我不改變我的晚睡晚起 我要睡覺的時候 她那個時候正要出門 然後或者是我回來的時候 她已經睡著了 就是我們的那個 作息時間是錯開的 然後有一次是 我知道我要休三天的假 我就非常非常期待 因為那三天我已經 準備好那個傳說 然後呢 揪好我的費用 然後我就在我的書房裡面 我就 大打 特打這樣 打到一天一夜 我已經打了二十幾個小時了 然後那個時候我也不知道 外面是白天還是晚上 我是覺得肚子很餓這樣 我就打電話給她 因為我想說她會在客廳 或者是她如果在外面的話 剛好順便幫我帶吃的回來 剛剛好 然後我連那個FoodPanda 我都不用訂了 她就順便幫我帶回來就好 然後呢 我就打電話給她 我說你現在在哪邊 我想說看她那一區 有什麼好吃的 我想說OK 請她順便帶回來這樣 然後她說 我在那個美國的街上 然後我就聽 我就想說美國的街上 那你順便幫我帶滷味回來好不好 因為我以為是 她講的是那個西門町那個 美國街 因為西門町有一條是美國街 還在西門町 我還想說 那你去幫我買個老天鹿 順便帶回來這樣 然後就說 我在美國的街上 她說 她說 你不知道我現在人在美國嗎 我說我怎麼知道 我有跟你講 太扯了吧 因為她 我不是打了二十幾個小時的電動嗎 這種導航模式嗎 她那一段時間 她已經跟她的家人搭了飛機 然後飛到美國 說要去參加她弟的畢業典禮 人已經在美國了 然後我打電話去的時候 我根本都不曉得這件事情 你這很像人家心寒耶 然後 然後她說 我不是有跟你講嗎 我說你什麼時候跟我講 她說就是 因為我那個時候都是早上才睡覺 我早上睡下去的時候 她正要出門 然後她那時候有跟我講 我那個時候根本就是 就是半夢半醒 迷迷糊糊糊糊 誰會 迷流當中 對 誰會 然後我在打電動的那二十幾個小時 我的確是有聽到客廳 就是有一些 輕輕空空 輕輕空的聲音 我想說她只是在整理家裡 她念她去坐飛機 你也不受 結果她是在收行李什麼的 我完全沒有感覺到 她是往行李 沒來跟你講拜拜要走 沒有 她就是在門口跟我說 我要出門囉 然後我以為她只是就是正常的說 要出門 對 要出門 他也沒有這樣 結果 去西門 美國 美國 我都不曉得 然後她就因為這件事情跟我大吵一架 很直 分手 你到底有沒有在關心我 這個人是跟你分手 這個人是很直的分手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 可是我哪裡都沒有去 我在這邊打個三天練到 第四天你也要搭飛機回來了 所以我其實一切事情都沒有任何的改變 你不用把它就是放在心上 什麼 你在聽聽看你自己講心話 你不關心她 就是你出國的時候我人在這裡 你回國的時候我人也還在這裡 你人就算在那裡 你心沒有在她身上 沒有配合她在講什麼 就因為這個事情 她不是佛系戀人 她的北人是敗人 是敗戀人 而且你打電話給她 她不是關心她 你是因為肚子餓來 對 順便啦 順便 超扯超扯 出國不知道太多了 對 出國不知道是太多 因為有出去買個東西 真的 但是一下子打給她說 我正在結婚典禮 她出嫁了都不知道 好啦 身家沒公布的兩名又是什麼 我們問一下又雲 好的 現在跑馬上的第四名 就是毫無儀式感 生日 節日 紀念日 通通不過 只有25,063的網路聲量 有往往都分享她自己有一個 朋友 真的是一點樂趣都沒有 怎麼說呢 她自己不過生日 不過節日這就算了 交了女朋友也一樣保有自己 她就覺得說 這個就是每天的日常 沒有什麼需要紀念的 果然沒有多久 女朋友就因為受不了她 一程不變的生活 跟她分手 單身活該 那另外呢 最後一個排行榜上的第五名就是 談戀愛不用黏TT 好幾天不見也沒關係 這有16,075的網路聲量 不過有網友是贊成這樣的說法 她說我跟我先生一年見一次 遠距離戀愛七八年 最後還不是結婚了 所以還是要看有沒有用心經營 生活儀式感都拋光光的另外一半 是讓你覺得說 彷彿走進愛情的墳墓嗎 還是你覺得這就是愛情最真實的樣子呢 毫無儀式感我真的沒辦法 活著就是要儀式感啊 妳是怎麼樣 有遇過這種沒有儀式感 我真的遇過 而且我覺得就是我那時候 我覺得談戀愛 大家如果喜歡對方 一定會為對方做一些改變 或是小小的儀式感 但那一任真的是超級頑固 跟Eason很像 但他是土象星座 我那時候就交一個 金牛座的男朋友 幹嘛 我們同一邊喔 同一邊的同一邊 然後那時候 因為剛開始也是她 滿積極的追求 我想說那她應該也是滿喜歡我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是算熱戀 這樣一個月 那因為雙魚就是會過 那個紀念日的 一定吧 一個月耶 妳要過多少紀念日 我就是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都要過 前半年 我現在有感 我現在不過一三五 我以前是 前半年每個月都要過 我現在是一三五 妳是怎麼剛認識的滿月 對 一個月 雙滿月 雙滿月 所以那妳第一個月 親住的時候要抓莊嗎 對 那一年吧 一年來抓 對啊 她會弄餅乾 沒有啦 反正那時候就是 我就想說一個月 然後那時候我還跟男朋友說 欸 寶貝那個 某一天我就跟她約吃飯 我說哪一天 那妳記得穿帥一點 然後我還訂好餐廳這樣子 然後就一直期待說 一個月這樣 結果那天我們就想說 因為我開車 我還去接她喔 然後結果我接她 她給我走下 她給我穿白T恤 然後那種很破的牛仔褲 然後加拖鞋 我殺驗 又不是去吃夜市 但是我就想說 蛤 我不是有跟妳講說 今天要穿帥一點 然後她一上車還說 幹嘛要穿帥一點 這樣就很好 很舒服啊這樣子 然後我灑油 我想說我等一下去吃一個 算是小高級的西餐廳這樣 我穿一個小洋裝 然後弄那個 你知道就是用整個就是 衣室感小禮服 小禮服這樣 然後噴香水什麼 然後她給我用一種 夜市台客感 對 跟她完全不搭 完全不搭乾耶 然後呢 結果最後就是 吃得好開心這樣子 我還是有就是 表現開心的樣子 雖然對她服裝不滿意 結果最後結帳的時候 想說一個月她應該 今天會請客吧這樣子 然後她就說 我先刷妳等一下再記得 就是傳那個 好的 她有記得那天是妳們 在一起一個月嗎 我跟你講 因為我怕她忘記我們是一個月 我還請那個 就是餐廳的人 做一個那個小蛋糕 然後寫anniversary 就是我們的紀念日 她才想說 一個月了 這麼快喔 整個才恍然大惡說 今天一個月這樣子 然後她最後居然還叫我 匯款給她 然後我整個想說 好啊 金牛座果然很會帥 然後這樣就算了 我終於熬到我生日 我想說生日 總算儀式敢要了吧 對 結果生日她居然 也完全沒送我禮物 對 我一直在期待說話 我們那天吃完飯 她會拿禮物出來 她說吃完了走啊 我說 妳來自己問 對 我真的自己問 她說 妳沒有東西掉到餐廳 要拿給我的嗎 她說沒有啊 妳東西有掉嗎 她說 我想起來 這是我的帳號 妳等一下再走 快轉 對啊 A字 她那一天終於比較適向 她說 生日我都請妳吃飯了 這就是禮物啊 我還要送妳禮物 傻眼 我就覺得 完全沒有儀式感 然後我們真的在一起 滿短的就分開了 完全沒辦法跟這種人在一起 因為好像碰到我都是 妳喜歡對方 比對方喜歡對方 對 她前面追我也追很勤 為什麼到手以後都變這樣 她會到手了 追很勤是多勤 因為到手 她那時候真的滿勤的耶 就是每天都接受 然後都會打 講一個小時多電話 這樣算勤吧 那這樣做 做了多久 做了大概 一個多月 兩天這樣 沒有啦 我那時候還有趁比較久 一個多月才可以 所以我就覺得為什麼 到手以後 然後都會變好沒有儀式感 然後毫無過節感 因為你不要沾好了 因為到手啦 對啊 到手了 那以後要 你也碰過那種 沒儀式感的女朋友 有碰過 今天有時候沒有那麼小氣 你那個是異類 我其實沒有很愛過節 我已經只剩下情人節 聖誕節 彼此的生日 就是基本款 對啊 該過一過 我遇過一個真的是 我沒看到女生 這麼不愛過節的 那時候我們在一起 剛好是十一月 很快就要聖誕節 然後我們幾個好朋友 想說都約自己的女朋友出來 大家吃一頓大餐 還弄了火雞什麼什麼 在一個朋友家裡面 我想說 他應該適合空下來給我的 因為這個聖誕節很基本款 當然 他跟我說 我那天不行耶 因為我們店的員工要請假 他是老鳥喔 他其實是可以先排假的 大家說 他們要跟他男朋友吃飯過節 我不忍心啊 就讓他們排假 我說那 我是你前男友嗎 我說我們不是也在一起嗎 然後這樣就算了 最嚴重的是他生日 生日一定要過吧 餐廳也訂好了 因為我那餐廳是不好訂的 我隔了一兩個月前間訂的 我說你生日那天我們會見面吧 他說會啊 會啊 我白天中午先跟我爸媽吃飯 然後晚上跟我姐妹吃飯 然後大概到十一點左右 我去來找你 他有十一點給你嗎 我說你要跨十二 是跨年還是生日 你知道嗎 就是我是跟他約當天 沒有好像是多餘的 我好像是多餘 他排滿滿 對 我沒有遇過這種女朋友 就是我跟他在一起 我覺得奇怪 他是不是有別人 就覺得很多事情都沒有 我還去查過 還真沒有 對 然後後來我受不了 跟他分手之後 他姐妹還一直打來罵我說 他很難過啊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他 渣男什麼的 真的喔 哇 真的不懂 真的不懂 我覺得這樣比較活性的 都會覺得我們太 就是把小事放大 可是其實真的 如果你在乎一個人 不會這樣啊 所以你講對啦 就他們不在乎你們 對 對 你講那個重點 應該說他們可能覺得 這個點沒那麼嚴重 對 他們覺得這個還好 對啊 但我們care這個點 對 不是 剛剛聽小葉故事 我覺得你的每一任 好像都是你喜歡 對方比較多 對 沒錯 然後對方真的是 沒有不喜歡你 只是 沒有比較多 這麼大 我聽得到 我也是會讓追求者 你是怎麼簡訊不想回就不回 我以前真的也是像那樣 可是我現在 其實我 不想回 因為我在忙啊 我現在也是這樣 對不對 我真的在忙 那可能真的有某部分就是 我對你沒有那麼 喜歡 在乎 對 我覺得真的以前 為什麼 就想說為什麼他都不回我簡訊 他不是真的在忙 他就是 他沒有那麼在乎你 就是說你從回簡訊的順序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在不在乎 對 你訊息 比如說現在現在去 訊息一打開 你會先回朋友的群組 還是會先回誰的群組 沒錯 就看得出來 對啊 你在不在意 根本就不是說我在忙 怎麼可能忙到沒時間回簡訊 除非他不用電話 那我就是 就是我朋友他會介紹一些追求者 可是真的每次才到我的點都是 我可以跟你聊天嗎 剛開始一定是簡訊聊天 然後後來譬如說 你在忙嗎 對 那可能過一回又 你還沒忙完嗎 對 第三次 哇 你今天真的很忙耶 我就 直接不回了 我覺得你應該說對 那你就是 就是他還在繼續一直追這種 我就覺得天啊 他一直踩上 好黏 對 我就覺得 要做業績 像五六點 方便打交代給你嗎 對 還是九點 九點可以嗎 九點可以嗎 請先預約 像我最近有就是去塔羅牌的老師 然後他也是一算就說 我覺得你比較適合一個人 要不然就是遠距離戀愛 都不用見面 對 他說你就太黏或什麼 你很快就會吵架會煩 對 我覺得我好像是 我現在好像是 你怎麼那麼像射手座的啊 我覺得我就是某個就是 對 我覺得我好像 但你終究還是會結合在一起啊 如果 可是你看我說那麼久沒有了 我現在都覺得 就像人家說他們說的隨緣啊 可能我男朋友要在Seven認識吧 這樣子 也太隨緣了吧 所以說真的 不管你是那種佛系戀愛人 還是佛家這種說的 因果因果 有因才會有果嘛 對 想要有美好的結果 都要看你怎麼去 揀你的感情世界 是 看怎麼做 最後鼓勵小優 一個人去吃飯好嗎 一個人看你好嗎 好喔 一個人去掛機箱好嗎 好啦 直接把它送到那個養老院就好 對 不用啦 直接謝謝大家分享 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上我們的粉絲團按讚 留言跟投票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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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